Hello 大家好 我是坐在日本大阪的苏苏 今天武功老公带我儿子去做了一下定期的体检 为什么要做这个体检 因为我儿子在两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就是骨骨骨折的这个事故 因为就是骨骨骨折以后 受到这个骨折这个巨大创伤 骨折的这边腿就会由于刺激的原因 就急速生长 那他的后遗症呢 有可能就是说受伤这一侧的腿呢 可能就会比健康这一侧的腿呢 就长得长一些 为了避免产生这种症状不能早期干预 所以说医生建议我们是到我儿子十岁之前 都需要每年去体检 测一下两条腿的这个长度 有没有就是特别大的长度差 如果说是超过了两厘米 可能就需要做手术干预 好吗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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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娘今天这事故意不明白吗 分明白吗 怖吗 怖吗 你不想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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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了太不吃了 但是,你不想吃說話 聽不想吃了 明白嗎? 約束嗎? 媽媽,你拿著手 手拿著 我可以吃吃 我吃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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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你不想吃什麼 是嗎? 你認識人嗎? 你認識人嗎? 嗯 你認識人嗎? 哎喲 當時呢我和我兒子 就是從這個大型的滑梯上面滑下來的時候不慎跌倒 導致了我兒子右腿咕咕咕著 這樣做就只有我 你來吧 嗨 真乖 我兒子 我兒子 不可以 為什麽 他兒子 我快點 我快點 等一下 你怎麼會有速度 爸爸已經好笑了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 怎樣? 疲累 那边的小孩看到我老公就是这样跟我儿子玩 然后他们那边也成了一样的 其实在我儿子就是住院以后吧 我发现其实一家人就是简简单单的不好平常的日子 比如说自己能够去上班还是能够去上学 你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来影响你日常的生活 我就觉得这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平淡的幸福了 因为当时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 我在医院里面见到了很多平时没见过的家庭 因为日本医院是这样的 有小病的那些孩子都是不会去那种儿童的综合医院的 比如说你只有遇到重大事故 比如说你是骨折或是有什么残疾啊 才会到就是那种综合医院就诊 所以说当时我儿子就诊的时候 然后同一个病房的孩子们呢 都是要么就是有残疾的 要么就是有什么重大的畸形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孩子特别多 然后看着就特别特别可怜 就不知道原来就是在你就是日常生活以外会有这么多家庭 还有这么多孩子就是在承受着这样的一个痛苦 像我还像我儿子的话 他就是还能通过治疗就是回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现在跟普通孩子也没什么差别 他的就是左右大腿的这个长度差呢 也在正常范围以内 但是你看其实好多就是住在住进那个医院里面的孩子呢 他基本上一进去就是需要 就是不断的频繁的就是就诊出院再入院这样一个过程 这里面住院的孩子的话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不能够最终康复出院的 其实我在感慨我儿子就是幸运的时候 其实我也觉得真的其他孩子真的好悲哀啊 真的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就是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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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